大家好,我是美心的应用工程师,我叫张琛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Maxim在这个电源管理上 电源排序管理上呢 有怎样的好用的这些解决方案提供给到大家 首先说呢,这个多路电源的管理 大家也经常遇到在系统级设计的时候 比如说用到FPGA,DSP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设计嵌入式系统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处理器外设的电源之间会有上电顺序要求 甚至处理器自己本身 比如说它就会有这种多路的电源 比如说内核的电源,模拟部分,数字符等等 本身它就会有很多路的电源 那么对这些多路的电源上电顺序 我经常在设计设计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要求 那我们如果不注意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会像图片这样 我们新做的板子拿过来非常激动 一上电,一缕清烟就灰飞烟灭了 OK,那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样的情况 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对注意这种多路电源的排序呢 都有怎样的方案提供给到大家 首先呢大家看这个图上面是一个分离元件的方案 分离元件的方案呢 这个地方是实现了一个四路电压的顺序上电的过程 初始的电源呢是12V和5V 那么12V开启之后呢 对5V这部分RC进行充电 开启一个MOSFI的启动5V输出 之后呢这个5V的电源呢 继续对RC充电通过LDO产生一个3V的输出 3V呢就继续充电通过LDO产生一个1.8V的输出 从而呢实现了这样一个四路电源的简单的排序的控制 当然了这样的分离的方案看起来简单好用啊 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有很大的弊病的 比如说呢 首先这样的分离元件的方案 它没有对这个系统中任何一路电源提供一个监控的这样的功能 如果没有电源监控的话呢 那对于这整个系统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除此以外呢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RC电路 如果这些RC电路的参数选择不合适 比如说这个地方 3V的电压 3V电源开启的过慢 会对后续的各级电路都会产生影响 那此外呢 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弊病 就是它虽然能够提供上电顺序 但是呢 它没有办法控制下电顺序 所以综上所述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样分离元件的方案看起来很方便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不适合这种高稳定性系统的要求的 那如何为我们的高稳定性的系统选择合适的电源管理方案呢 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的 Maxim为大家提供了怎样的简单好用的方案 首先呢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Simple Sequencer 我们叫它Simple Sequencer 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器件放在DCDC1和DCDC2之间 DCDC1上电了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Sequencer呢 提供了一个延时时间 从而呢启动DCDC2 这样的方案是非常简单的啊 就是直接放在那里 既插 可以说是既插既用 在这样的这个器件呢 在工业上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那除了这样的简单的Simple Sequencer之外呢 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多种多样的 非常灵活的这样的方案 首先呢 16052 这个就是这个Simple Sequencer 我就不多说了 16050呢 是一会儿我要展示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呢 它同时具备这个高集成度啊 既插既用的方案呢 从此外呢 还给大家提供了非常灵活的参数调整的这样的 这样的方案 16025呢 它也是一个集成度比较高的方案 有两通道三通道四通道的版本 它的适应电压范围呢 稍微大一点 这个MAX6895的话呢 它是同系列中啊 体积最小的一个产品 它的面积呢 只有1.6平方毫米 这个MAX6819呢 是一个小身材啊 但是呢 它可以 它内部集成了一个X-Pump 可以这个控制呢 外部N腔MOSFIT 为次级的这个煽机驱动提供了高电压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MAX16050和MAX16051 那MAX16050呢 给大家提到提供了这个五路的电压监控 同时呢 提供四路电源的排序这样一个功能 那这个器件它的精度很高 它的监控电压的精度呢 可以达到正负1.5% 它的输入电压范围呢 也比较大 是2.7V到16V 一会儿展示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两个产品呢 为大家提供了这种非常 呃 提供度非常高的这种 机插机用的方案 同时呢 还有很多灵活的参数可以调整 比如说呢 呃 可以通过外部的引脚啊 来选择上电顺序啊 呃 此外呢 这个上电的延迟时 这个延迟时间呢 也可以非常灵活的 通过外部的这个电容啊 等等去调整 呃 另外呢 还可以 甚至还可以调整 它这个复位信号 产生的这个超时周期 那么呃 比如说啊 这边提供的 说到了16050 它可以控制这个 四路电源排序 那遇到更多路电源的排 排序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可以采用多片集连的 这种方式 那16050和16051呢 给大家提供到了一种 局面的方式 就是 局面的方式 把多个 多个IC 连接在一起 就可以 呃 同时控制 多个设备 更多多的电源 那这么多 简编好用的方式呢 就集成到一个 小小身材的一个 单个的IC上了 它实际上呢 它的尺寸非常小啊 它是一个28PIN TQFN的 面积只有 4乘4 16平方毫米 效的节省了PCB的面积 那么 对于 16051的话呢 它和16050的区别 主要就是 呃 一个是呢 呃 16051它会多一路 无论是这个电压监控啊 还是这个排序 它都会比16050多出一路来 此外呢 就是 此外呢 就是 1551呢 它的这个商店顺序啊 是这个固定好了的 大家不需要通过 不需要再去选择了 就 那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应用场景 就是呢 通过这个out引脚的输出信号来使能各路dcdc dcdc的电源的输出 那大家看到 sat引脚这个地方接的 接在这个dcdc的输出上面 sat引脚它会它的功能也是比较多的 它一来呢是控制各路电源的顺序 另外呢还为这个当还为这座电源呢提供一个电压监控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外面这三个引脚这个图片上虽然没有接 那么改变这三个引脚的 改变这三个引脚的设置呢 可以实现这个 多路电源不同顺序的商店 好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演示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demo版 那接下来呢 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16050的评估版 拿到这个评估版之后 大家感觉哇 眼花缭乱是吧 上面有很多的电阻电容 还有很多的跳帽线 那首先我们从大局上来看呢 这个评估版分为两个部分 这边呢是这个U1部分是16050 这边U2部分呢是16051 那它们两个呢 其实可以通过这个SWE做一个局链的连接 那首先看一下啊 这边有很多的电容 这些电容都是干什么的呢 这些电容呢 有一些是对电源的一些旁路电容 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对各个通道啊 单独设置这个为了设置延迟时间来设置的一些电容 那还有很多的跳帽线啊 比如说右下角的这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可以通过它们三个不同的高低电瓶的排列组合呀 来这个实现这个不同顺序的上电控制啊 然后还有像这个J1和J2这么大的这个条线呢 一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么这个电路图呢 是一个就是评估版应用的这个典型的电路 典型的电路场景啊 那大家如果把这个评估版接到自己的系统当中呢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OUT引脚来控制 不同的DCDC的输出 那在SET引脚呢 上面大家看到可以接了很多的东西啊 首先有一个分压阻抗网络啊 然后此时还有一个设置这个延迟时间的电容 实际上呢 SET引脚它的功能是比较多的 它集成了两个功能 第一个呢 就是它可以监测这个DCDC的电源是否是稳定的输出 如果输出稳定了之后呢 由SET引脚来控制开启下一级的输出 那此外呢 它还可以监控这一级的电压 有没有发生过电压的现象 如果这个发生了过电压的现象呢 可以触发过电压的报警 那如果呢 这个SET引脚监控到这路电源的电压输出过低了 发生了这个掉电的这样的现象的话呢 它也会 它就会启动一个shutdown模式 然后使能这个各路电源顺序掉电 此外呢 在这个SET引脚上面连接一个电容呢 可以为这一路 可以为这一路设置一个区别于别的不同的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延迟时间 那全局的这个延迟时间呢 通过Delay引脚上面接的电容来实现 大家看这个地方有这个EN引脚 EN引脚上面呢 它也接了这样一个电阻的网络 EN引脚呢 是这个监控主电源的一个引脚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非常显眼的这个J1和J2的这个跳线设置 J1J2呢 为大家提供了两个模式啊 就是评估版工作的两个模式 一个是Demo Mode 另外一个是DC-DC Mode 那在DC-DC Mode的情况下呢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评估版啊 接到自己的系统当中 做系统级的调试 那么在Demo Mode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配置啊 看到 就是能够看到这个上电顺序控制啊 以及下电顺序控制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今天我们的演示呢 用的就是Demo的模式 在Demo模式下呢 这个OUT引脚上呢 这个上拉电压啊 会直接接到这个SET引脚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过程 接好了以后呢 用ShotDown引脚 用ShotDown引脚来控制这个 来控制这个开启啊 和这个开启和上电和掉电 那么在上电的时候 我们看到波形就是实现了一个 4度电压顺序上电的这样一种状况 那么在下电的时候呢 下电的时候呢 也就实现了一个自动的一个叫反向排序 当我们上电顺序设置的是 1234顺序上电的时候呢 下电的顺序就会自动的配置为 4321这样的顺序下电 那么大家对这个16050 16050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局链模式 在这个评估板上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SWE呢 把这个16050和16051 接成一个局链的模式 来控制多路电压 来控制多路电压 电源的输出 简单的来说呢 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个 1650的这个Reset信号 接到16051的Enable 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16050各路电压顺序上电完成之后呢 Reset解除 接而开启16051的这个上电顺序 那这个151的这个REM信号的输入呢 接到050的这个Enable hold控制 这样的话呢 在051的所有的通道掉电完成了以后呢 就可以开启16050的这个顺序掉电的这样一个控制了 局链的控制也非常简单 那大家在评估板上开启局链的功能的话呢 只需要把这个SW1的这个开关呢 调到on的模式就可以了 那么SW2做了一个什么功能呢 它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旁路 就是比如说啊 这四路通道我不需要都用 我可能我需要旁路掉其中一个 比如说channel2 那么很简单 我们就找到相应的channel 把这个跳线直接拨到 直接拨到on的这个 这边就可以屏蔽掉了 那实际上器件本身呢 也是提供了这样的旁路功能 这样的话呢 方便大家就是做更灵活的配置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演示环节就高一段落